淡水區新市鎮當中的兒童公園 使用率是相當的高 但是有民眾反映要在這裡上廁所 只有角落的一處流動公廁 但環境是相當的簡陋 因此市議員鄭宇恩今年初就爭取 將這一處的廁所重新來整理 成為設備完善的親子廁所 在新北市淡水區新市鎮當中的兒童公園 是臨近住戶親子休憩的好場所 無論是平假日都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 來到這邊玩大象溜滑梯 還有符合標準的特色郵具 平常也有長者來這邊使用體健設施 但是有民眾反映這裡要上廁所 只有角落的一處流動公廁 但環境相當簡陋 因此市議員鄭宇恩今年初就爭取了 將這邊的廁所重新整理 成為設備完善的親子廁所 我們後面的這個公園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有這個我們的爸爸媽媽有反映說 其實來這邊玩之後沒有地方洗手 也沒有地方這個上廁所 所以呢我們做了一個親子廁所 然後呢其實公所費了非常大的心力 去找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所以現在裡面呢有尿布台 然後還有小朋友的這個安全座椅 就是希望說可以讓年輕的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出去玩 也可以方便上廁所 市議員鄭宇恩表示這座公園雖然佔地不大 不過裡頭的設施場地相當齊全 現在就是希望能夠改造公廁環境 而如今廁所也都已經完成 未來可以使用裡頭的設備 包括了換尿布台座 適合兒童的馬桶座等等 讓家長都非常方便 當然很方便啦 怎麼說 這樣子對我們外出的人真的是很方便 不用帶著大包小包小包 所以在我們政院議員 宇恩姐姐的建議之下 那我們民政局這邊也支持 那警官處這邊也支持 那我們廠商也很用心 那幫我們就是說設置了這個親子廁所 那更方便 那我們的爸爸媽媽帶著他的小朋友 那一起來使用 那這邊也希望說就是我們的家長 小朋友在使用的時候 也要共同維護我們這個廁所的整潔 公所表示這一座親子廁所 不僅是設備非常齊全 也可以讓來公園玩的兒童 放心使用裡面的照明 也改善許多 加強通風避免有異味的產生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維護公園的設備環境 讓更多人享有便利的親子公廁 記者 許端一 電視三方報導